她們體力無限 而我體力有限 那妳真的看著妳說我愛妳 就這樣 喔 馬上面包穿了臉就出現了 我會喜歡洗手 喜歡幾杯 哈囉大家好 我是任榮軒 我是果果 我是浦揚 拍攝前在節目有什麼幻想 就覺得應該會很崩潰吧 因為自己跟小朋友沒什麼相處的經驗 就覺得每天都是那種 啊 啊 啊 的這種狀態 我覺得很期待 因為就是蠻喜歡跟小朋友一起玩的 然後有一點緊張 就是有點像是可能見 喜歡的人的那種曖昧的感覺吧 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感覺 我的話其實我會覺得 我原本覺得超好玩 然後一定會很可愛 小朋友很可愛 然後我可以跟他們一樣有童真 然後很有趣的 原本 原本 那你沒有 你沒有 那你的後面是怎麼樣 就是中間一定會有很多問題產生 是你沒有想到的 喔 好 自己在節目裡扮演什麼角色 我是生活擔當 所有小朋友的吃喝拉撒 所有事情都會我出面處理 我的話應該是 心情擔當 就是我喜歡去觀察他們 有沒有可能哪裡誰心情不好 有沒有什麼心事之類的 我是 裴彎擔當 就是只要小朋友們需要玩的時候 我都會定戰 要顧小熊孩子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挑戰就是 他們體力無限 而我體力有限 我只想要趕快休息 趕快收工 啊你們休息 來去休息室 吹冷氣喔 紅上就是他們的體力真的是太好 所以最大的困難就是 他們很想玩 但我快睡著的時候 一對多 因為你一對一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一對多 每個人不同的個性 然後不同的玩耍方式 你要讓他們一起做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看小熊孩子相處最療癒的瞬間 最療癒的瞬間就是 聽他們同言同語 講一些很童真的話 然後他們很真摯地看著你 然後給你一個擁抱說 哥哥姐姐我喜歡你 欸我 我其實也是綜合 一來到的時候 他會就是跑過來跟我們 抱一個 然後說欸安哥哥 然後抱一個 或是會有一些 妹妹啊 或是很正常的看著你 說我愛你 就這樣 喔 好可愛喔 到白時刻 哪位成員面對小熊孩子的反差 可以打算 小康叔叔 哈哈哈 小康 來小朋友們 他總是這樣子 因為康哥可能你不笑的時候 非常的嚴厲 就是比較嚴肅 有距離感 但是他其實看到小朋友的話 他其實很懂小朋友的一個 大哥哥 馬上面包穿人臉就會出現 說出一位成員的地雷或是類似這樣 像小康叔叔他對於安全這件事情 他就會非常的嚴謹 尤其每次可能小朋友 站在比較危險的地方 或者是要去觸碰什麼東西 他都會比較嚴厲跟大聲的去喝酒 路姊姊應該是公平 他可能會覺得很注重每個小朋友 他都是有自己的心情 所以他比較不能接受說 你可能很霸道 或者是就是不顧其他小朋友的時候 路姊姊還有一個 就是我覺得他會 他會事先先安排好 他比較怕太隨性的東西 會無法掌控 要在計劃內做事情 但是小熊孩子 經常脫離我們的計劃 三年以來的熊孩子的最大看點 最大看點就是到底是什麼 這麼大的魅力 讓小朋友可以放下3C 離開冷氣房 玩到都不想回家了呢 進行鎖定 三年以來的熊孩子 我覺得最大的看點就是 其實都是基本上都是沒有小孩的人 甚至是第一次接觸的人 然後如何是一次面對這麼多的小朋友 然後其實我們真的算 一開始就是得把他們收服了 就是我覺得是 神奇寶貝嘛 對 收服 因為他們來第二天 就是會來找我們擁抱的這樣子 真的 我覺得他一個最大的看點就是 其實小朋友們就是個小型社會 各式各樣多元的人都在這裡面 然後會做出不同的事情 而且他們的想法真的是 一想天看你絕對想不到 對 開始 那要先拿一半了 剛才的訪問有偷桌龍龍姐姐 有很多暴露的畫面 太扯了吧 我第一集可能就看得到 我跟你講 第一集是我的黑歷史 不可能有這麼崩潰的瞬間 那一定不是我 那一定是我 直接變梗圖耶 太誇張了 那一定 我不承認 然後我不承認那是我 那就是我放在那裡 那果果平常那麼辛苦 怎麼還會想要來這邊 面對這麼多小孩 我原本想要來這裡至少有五歲時間 殊不知五歲的時候還要做菜 她寶貝有婚禮一直在睡 美國姐姐如何在檢房中報睡 她是我們這裡的睡模模 很厲害喔 很會睡 你小朋友都知道 小朋友很貼心 都還要讓她睡床不要吵她 而且她在睡覺 然後 然後當作硬化很快 對啊 欸太快了吧 太誇張了吧 怎麼 欸這個 剛才剛剛要做眼睛鼻子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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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 就是 三年以來的熊孩子 其實我們三是 我們的Mark是有那種 兩座三的風的感覺 所以我做這種兩座三風 然後熊呢 我想說最 大家最有印象就是 直接畫一個熊熊 因為其實我覺得不知道 你在那邊大熊孩子 跟小熊孩子們都是一樣的 就一起同樂一起玩這樣 這被他講完了 同上 嗯 同上 所以當然特點就是這一個 我精心不知的大自然 有藍天白雲還有山 好美喔 對就是 其實 最開心的就是每次錄影 雖然累 然後但是看到小朋友 小熊孩子的笑容 或是大熊孩子那種 就是很崩潰的感覺 蠻好笑的 然後其實每天都是一整天 從早到晚 然後可以看到藍天白雲 這樣的感覺 就蠻幸福的 所以就是 三年以來的熊孩子 我覺得這個就是因為 好可愛喔 我們在炎炎的夏日 度過了這個夏令營 對 基本上我們每一天錄製的時候 都是大派 真的 非常的曬 非常的熱 然後非常的熱情 遠離都市 對 走進山林裡面 所以有藍天有白雲 然後再來就是有很多的小熊 大熊 其實我們也是大熊 大熊孩子也是小熊 因為我們也有很童真 很可愛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是手牽手 新點心 對 然後大家都笑得很開心的 度過這個 三年以來的熊孩子的夏令營 沒錯 那你們覺得誰一面最大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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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真的覺得 可是小朋友會喜歡這種 對 小朋友會喜歡這種 因為小朋友喜歡很豐富 他看到出來那個立體感 而且小朋友可能覺得想要笑的 對 可是我覺得 露露姐姐那種 就是大玩偶型的也會讓小朋友 而且是粉紅色 粉紅色 沒有 我現在也要加一個 要不要加一個粉紅色 粉紅色愛心 這粉紅色愛心 我也要加一個愛心 選手1 選手2 選手3 選手4 選手5 這個是選手3 這個是4 那紅豆咧 那紅豆幾個誰 我喜歡選手 我喜歡選手 你喜歡選手 沒事 不要有壓力 偏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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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發現喔 年紀越小對不對 星座越準 看個性 對 因為他們都不會隱藏 打開了 好 我跟妳講 一個一個看 好 這個 好 我感覺柔柔組的姐姐做得好多 對啊 很厲害 因為她畫的時間比別人也要 對啊 顏色比較豐富對不對 比較一個畫對不對 我是楊柔萱 我是果果 我是浮陽 每週六 晚間八點 台視頻道 山裡來了熊孩子 敬請鎖定